大家好 这个年关也有很多朋友很急急的一直在提问题 那么我们也决定在 初六或者初七的时候给大家做 现场解答 也就是现场直播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要定时观看 有问题的现场要给大家解决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问题 也是最近的咱们的网友朋友提问最多的 说查出来血脂膏能不能吃鸡蛋 而且吃什么能够降低胆固醇 其实这个话题在我周围 也就是我们同行的周围当中也有很多的疑惑 他们经常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出去聚餐 客室聚餐 我有一个伙伴也是五十多岁 然后他就把吃鸡蛋的时候就把蛋黄放在一边 我说这么好的蛋黄你怎么要扔掉 他说呀我这儿这个有斑块 而且呢我血脂膏胆固醇高 人家不让我吃蛋黄 我说错误 为什么呢 也就是告诉大家 高血脂或者高胆固醇 不是鸡蛋给你导致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吃鸡蛋 如果说您的胆固醇特别高 其实我们每人每天需要的胆固醇是300毫克 鸡蛋里面的胆固醇只有200毫克 但是鸡蛋里面的胆固醇里面的卵磷脂还有呢 油酸 都是预防心脏病的 不会导致你心脏出现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千万不能扔掉鸡蛋黄 有一次呢 我们搞了一次大型的学术活动 有一个我们是营养界的泰斗号称是 他呢就讲他说他在美国看到很多那些中学生 吃完饭的时候 餐桌上丢了一堆鸡蛋黄 这就是错误的 他就严厉的批评了这些 为什么 鸡蛋黄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营养 不单纯是卵磷脂 包括我们说的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油酸保固心脏 他还有很多能够软化我们 营养我们脑细胞软化我们神经和血管的卵磷脂 所以说鸡蛋是可以吃的 鸡蛋黄也不能扔 你们把这种有很多人把血脂增高或者胆固醇增高的板子打在了鸡蛋身上是错误的 所以在此呢我要郑重生命不要把这些误区 把对鸡蛋的认识误区再进行扩大了 而且鸡蛋是个好东西如果说您的血脂高或者胆固醇高是跟您个人的体质有关系 我们外源性的胆固醇 占的是20% 内源性的是80% 你想一想 我们吃进来的东西 胆固醇才能被你去加工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蛋黄里面200毫克胆固醇 你20%的加工是多少才40毫克 他不足以导致你的胆固醇增多 敬请放心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有很多朋友说有什么可以降低胆固醇 我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前两天也给大家介绍过 说呢咱们的血脂四项里面总胆固醇 在下面呢我们该有三指 然后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A和B的宅脂蛋白太多了 我让大家了解的就是这四个方面 其中的高密度脂蛋白 它是对抗低密度脂蛋白的 也就是它能够 降低我们整个低密度脂蛋白 导致的我们血管硬化或者是形成的这个斑块 它是可以减低的 那么吃什么呢 我们鸭子肉鸭肉知道吧 鸭肉鸭肉呢它就具有这个性质 它主要是提升高密度脂蛋白 而不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降低 是怎么降低的 我们可以运动 通过运动来降低 没有哪一款食物能够给你把低密度脂蛋白降低下来 就像我们吃鸡蛋黄或者是 吃鸡蛋黄里面的胆固醇 假如说它能升高胆固醇也是升高的总胆固醇 也不可能升高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它升高的有可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所以说我们不仅仅要吃鸡蛋还要吃鸡蛋黄 同时呢要增加运动 还要大量的新鲜的水果蔬菜要跟上 因为新鲜的水果蔬菜里面的 腌酸 叶酸 都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阻止 低密度脂蛋白升高的东西 这样子相对来说是不是就减低了 所以在此要奉劝大家多吃新鲜的果蔬的同时 要加强运动 还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这样子呢让我们整个的血液里面 既新鲜又干净 而且流动起来又非常的顺畅 不仅仅能改善我们的心肌共血 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 好谢谢大家